要跟大家講就是 齒盤 公差這件事情 有的人車子啊 原廠出來 他的齒盤就會晃動 或者說 他過一陣子 就是騎了一陣子之後 他的齒盤就會晃動 這一次就會跟大家講說 齒盤為什麼會晃動 然後 這個問題能不能根治 可不可以解決 這樣 GOGO的齒盤的固定方式 他就是 五根螺柱鎖在齒盤上面嘛 然後之後 插在輪框上 放墊片 然後用吸扣 把齒盤固定住 所以基本上 齒盤固定呢 就是靠這個吸扣 把齒盤扣住 不算是鎖死的 拆給各位看 其實他這樣夾開就開了 大家別擔心 然後他就是這樣子 我們螺絲柱就是 鎖在齒盤上 然後鎖附好之後呢 看安裝方式啦 每個人安裝 不懂有的人 也是螺絲柱放下去之後 鎖螺帽都可以 反正他的固定方式就是 螺柱跟齒盤 插進去這五個孔 插進去 放墊片 然後放吸扣 把齒盤固定住 齒盤固定有兩個地方 第一個是螺柱 螺柱啊 本身 他是插在這個 輪框上面的嘛 使用久了呢 或者說他一出場 公差可能會燒搭 那我們假設說 他是使用久了好了 這種東西是 其實都是消耗品 他這個使用久了 你看他雖然插在輪框上 不會動 可是其實 騎車的時候 他會去扯 他扯的時候呢 其實齒盤會有一點錯動 對他錯動的過程中呢 他其實 這個就會跟 這個孔 磨 對 些許的摩擦 騎車嘛 尤其市區紅綠燈多 起步起步起步 一直起步 的情況下呢 他會一直磨損 然後磨損之後 會產生間隙 你的齒盤就會 左右晃 會這樣子晃 因為這個螺柱變瘦了 這個墊片的部分 齒盤墊片的厚度啊 如果說稍有光差 可能他稍微薄了一點點 那你放上去之後 吸扣扣上去的時候 他就會變成 沒辦法貼緊這個輪框 他沒辦法壓緊 嗯哼 對 那沒辦法壓緊 它就會這樣子晃 我相信應該很多 最多人是這樣子晃 最最多 會這樣子晃呢 通常都是起久 現在外面大家就是 會有改裝的嘛 改裝的螺絲柱 就是會比原廠 再稍微粗一點點 讓他能夠塞得更緊 然後這個墊片也是 會做得稍微厚一點點 然後因為這個是 比較精密加工嘛 所以基本上 不太會有所謂的公差 這種方法 沒辦法跟置所謂的晃動 騎一陣子之後 他還是會出現 因為還是會磨啊 不管多厲害 他還是會磨損 即便這個墊片也是喔 我們這個墊片放上去之後 你在騎的時候啊 其實他瞬間扯的時候 可能會 輪框動 但這個墊片沒有動 哦 這樣就會磨到 他就會這樣子錯動 嗯嗯嗯 對 那錯動的情況下 他會跟齒盤摩擦嘛 對 摩擦就是比誰硬 嗯 如果你今天是鋁合金齒盤 或者說你的內盤是鋁合金 那你可能齒盤會被咬下去 磨掉一些鋁之後呢 那你的齒盤就會開始晃了 嗯 因為這個墊隙 這個厚度不見了 等於是說 我原本換了墊片 把那個厚度補足了 可是因為磨損的情況下呢 它那個厚度又往下降 等於是說那個墊隙又跑出來了 所以又會晃 那如果說你的齒盤是鋼的話呢 那可能是墊片磨損 也有可能是齒盤兩個一起磨損 都有可能 因為 你只要有這個加速的過程中 它其實一點點錯動 當然這個錯動 非常細微啦 所以說 通常都要裝了好一陣子 它才會開始出現晃動 除非你是裝鋁的 因為鋁的比較軟嘛 那鋁的比較軟的情況下 你可能 可能 沒辦法騎很久 它就會開始有一些些搖晃 對 可能啦 以每個人騎乘方式不同 它的開始晃動的情形 有長有短 那就是 看各位怎麼去騎車 跟各位 改了什麼樣的齒盤 跟改裝品 不管怎麼樣 結論就是 你全部螺絲柱 墊片都換新了之後呢 你騎久了 它還是會晃動 設計的關係 變成是一個消耗品 真的 當然說這個消耗品 不會特別快啦 也許你全部 換成改裝的 可能騎個一萬兩萬 它才會開始晃動 是蠻久的 但是 畢竟這個換下來 也是不便宜 很多店家 或者是網路上 沒有人講這個問題 就是因為其實這個 要解釋相當繁瑣 你不可能去一間店 改了這些東西 老闆跟你講解了半小時 那他工作都不用做了 就是你改完了 過了一兩萬公里之後 又遇到了 那就是 老闆會叫你又改 可能比較不了解的人 或者說店家沒有稍作說明的話 客人會覺得說 為什麼 我換了改裝品的又要再換 是不是 又要坑我的錢 但其實坦白講 這種東西 某種程度上來講 它其實是消耗品 螺絲柱的部分 因為它這個設計 跟重機蠻像的 就是它的哈姆上面是塞 不許 撿正塊 那一二五CC的檔車 或是小檔車 它的齒盤 可能是直接鎖在輪框上的 所以它沒有這個問題 那為什麼會做這樣子的方式呢 是因為 Gogoro瞬間扭力比較大 它如果沒有做這些撿正塊 你瞬間吹的時候 這樣子吹停 吹停 它如果是直接鎖在輪框上的話 這個油可能會裂掉 唉呦 這麼厲害 哈姆可能會裂掉 瞬間扭力非常大 哈姆可能會裂掉 所以它為了去抑制這件事情 所以放了撿正塊 對這其實是橡膠 所以你在吹的時候呢 那個橡膠會抵消那個力氣 嗯 來達到說保護這個哈姆不會被弄裂 所以你看重機基本上都是這個設計 因為重機扭力也大嘛 對 所以它也是這種設計 其實這個撿正塊也是消耗品 騎了一陣子之後 你換了改裝的螺柱 下去 欸 它是鬆的 就你的螺柱已經是改裝 已經是新的囉 你插下去 它竟然是鬆的 會動 對 就代表這個也不行 有騎重機的 你看它維修手冊 其實這個Bush都是消耗品 是需要換 他們可以用油壓床把這個Bush逼出來 再逼新的Bush進去 為什麼很多人騎重機都沒有換這個東西 因為台灣人騎重機公里數都極低 非常低 甚至都是駕日車 所以它公里數不夠長 很難會去實際的換到這個 除非你是收二手車 它公里數已經有點高了 已經三四手了 對 那你才有可能去換到這個數的消耗品 那如果說你是買新車 或者說買比較新的二手車 可能不會遇到這個狀況 我們一近戰來講好了 它都會有狗骨頭 應該有完這都知道 它狗骨頭就是兩塊Bush 然後中間一根像狗骨頭一樣 所以我們簡稱狗骨頭 它前後就是Bush 蠻多人騎到Bush 所以它的引擎掉架那些 怎麼都在晃 那去測量檢查發現 是狗骨頭的Bush破掉 但是因為我們B不許出來換新的不許 那個工錢可能不如換一個狗骨頭 所以大部分車廂都是直接換一個新的狗骨頭 但是因為這個輪框呢 你不可能因為它消耗換一個輪框 對啊 而且這個東西消耗品可能沒辦法換 改了很多次螺絲柱 可能它還是都會稍微會晃動 可是這應該沒有到要很常改吧 不會啦 當然我們講的就是 你可能是騎很久的人 譬如你騎了四五萬公里 那你有可能會換個兩三次 嗯嗯嗯 對有可能啦 因為狗狗的車越來越多嘛 越來越多人當把它拿來通勤外送等等 你遇到這種狀況的機會就會相當高 對啊 所以大家就不用覺得驚訝 聽到這邊的話 而且車子一多開始就會有二手車 在外面 那你二手車三手車 它公里數就會累積相當高 那你就會發現這個東西 其實到最後是解決不了 這個斷燒狂這個其實用沒有很久 所以當然這Bush也是算新 我這個螺絲柱 因為我換這個測試齒盤的時候 我有換新的螺絲柱 其實你看喔 它這樣放下去 影片看不看得清楚 它還是會會會有有有 你看它還是會晃動 但是我這東西都新的 對啊 我就插上去幾個 可能兩三百公里吧 對我們沒有騎很多 但是我這些都是新的 當然你的齒盤墊片 或者說你的齒盤是新的 你這樣夾下去 夠緊的話 它其實不會不太會動 它只要有這樣子的間隙在 表示說你插上去 你鏈條吹它的時候 其實它是會這樣動的 好喔 只是你手扳不動的 不代表瓦達 動力沒辦法讓它動 嗯 墊片這部分可以啦 換新的齒盤 換新的墊片 它其實就會解決 因為它會恢復原來的厚度 厚度 對但是不許這邊 慢慢被磨損了 那你換新的螺絲 可能也沒什麼用 嗯 對它可能還是會晃動 當然我們會有一個 比較簡單的做法啦 算是有一點小彌補 可是這個 也不會太持久 就是我們插螺絲柱之前 我們會先抹一層厚厚的黃油 那它插進去的時候 即便有縫 那個黃油會把縫填滿 會有一點黏著性 所以它會 五支插上去鎖齒盤的時候 它會有一點 晃不太動 因為它有點像是 被油黏住了 對但是如果你把油插掉 其實是會晃的 但是你抹油插下去之後 它就不會晃 然後再加上齒盤墊片這些 就完全不會動 應該是說手完全扯不動 當然鏈條扯應該還是會動 但是因為這個油抹下去之後 這種油 你看這樣扯扯扯 久了它也會變質 等等之類 然後你可能洗車下雨 那個油可能就消失了 所以很多人 螺絲柱拔起來都是嗅掉的 嗯 對就是因為油慢慢被沖洗掉了 但這種東西 你不可能一天早上拔起來上油 對啊 不太可能 因為這個工程太浩大 你這樣拔起來上油不會有 你看拔完這裡拆成這樣 對 你就盡可能的每次換齒盤 都把螺絲柱跟墊片換掉 你的間隙越大 你在吹的時候 它是不是會動更大 對 那它相對磨損會越來越大 因為你讓它更多空間去撞它 越磨越多 對會越磨越大 那你盡量讓它維持不要這麼大 那其實坦白講 一台車騎個四五萬公里 通常大家都賣掉了 所以你可能這個問題也遇到不會太多次 二手車三手車的人 可能會比較 欸 老師 因為反正 二手車買來就是要花一筆錢做整修 不管什麼車都一樣 你不可能說 我買來它就是好好的 那沒有要買新車 其實大家也不用太擔心說 我此台螺絲柱要一直換 其實還好啦 不會換到很多次 如果你這台車騎很久 是有可能會換到 一兩次 嗯 好的 拍這影片只是跟大家講說 這種東西 如果你的不許沒辦法換掉 是沒辦法跟 只是說很多人都不知道 然後很多店家 如果沒有摸過重機 或是擋車的店家 可能也不知道 那有的店家知道 可能也很難跟你解釋 對啊 這樣會很像跟客人上課 他一定要做生意嘛 我不可能就解釋給你聽 那我後面很多客人做不了 所以一定是簡單跟你講 這個要換 這個磨損要換 你可能就會覺得說 怎麼又要換 上次不是換過嗎 之類的 那我們拍這影片 是想跟大家講說 這個東西就是這樣 它的設計就是這樣 因為簡正發現 它裡面就是橡皮 橡皮沒有那種 永遠不會壞的 對一定會喔 都會壞的橡皮 也許以後啦 因為現在 Gogoro才幾年嘛 也許 若乾年後 可能就會出現 有人這個不許破掉 對有可能 因為這個 坦白講是橡膠嘛 一定會破 因為現在Gogoro到現在 也才幾年而已 可能還不至於破掉 再個幾年 也許就會開始 有人遇到不許破掉 沒有那種 轉動件磨合件 跟承受壓力的東西 是不會壞 有人說這不換會不會怎麼樣 其實還好 它就很吵而已 喔 對 你起步 因為它如果是螺絲柱 的部分 磨損的話 它會晃動嘛 所以你起步會 一聲 那如果是齒盤墊片的部分呢 會導致齒盤 這樣子嘛 這樣子晃動 那這樣子晃動 就有可能會有 恐恐恐的聲音 喔 連續的嗎 嗯有可能 對 因為它會一直晃 對我是希望說 大家能夠有概念 對 那這樣子去店家 第一不會被騙 第二如果老闆 他想要叫你換的時候 你不會覺得說 你被啃 你可以自己有判斷能力 知道說這個東西 是不是真的該換 然後 我現在這個公里數 換這個東西 是否合理 這樣子 我們下一集會講 有一個新的東西 它可以解決 齒盤墊片這個問題 喔 齒盤墊片這個可以根治 可是 螺絲柱一樣不能根治 嗯哼 這個是沒辦法 但齒盤墊片有產品會根治 是漂亮的嗎 是漂亮 但是也是貴 掰掰 掰掰